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 等角加速度旋转运动 所谓等角加速度旋转运动呢 跟等加速度直线运动的关系呢 是非常类似的 就它的转速 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呢 会增加一个固定的值 这种运动呢 我们就称之为 等角加速度旋转运动 那旋转运动呢 它一定有两个加速度 一个叫做向心加速度 那这个向心加速度 跟角速度的关系呢 是这个关系 就是R是代表它的半径 Omega是代表它的角速度 所以它的向心加速度呢 也是跟半径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同时也产生一个切线加速度 就是沿着切线方向的这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 也是跟半径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加速度呢 它们的方向性的一个关系 这个指点 它现在逆着时针 逆着时钟的方向呢 绕着这个内圈呢 这样子做一个等角加速度的 一个旋转运动 它的切线加速度呢 是往这个方向 那向心加速度呢 是指向圆形 它们两个是互相一个 垂直的关系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假设有一个钢体 这个系统是一个钢体 那里面的指点呢 当然它是角速度呢 跟这个角加速度呢 当然是一致性的 那这个其中有一个指点呢 它是离开轴心的距离是 一公尺 它的切线速度 是每秒钟零点五公尺 那它的切线的加速度呢 是每秒平方一公尺 那现在我们要找出呢 离开轴心十公尺的 那个地方的指点呢 它的真正的速率 就是它的切线速度呢 跟它的真正的加速度 是多少 它这个加速度呢 是两个加速度 一个是向心加速度 一个是切线加速度的 合向量 就是它实际的一个加速度 那我们现在利用 前面的这个资料呢 来找出这个钢体里面的 每一个指点的角速度 跟它的角加速度 那我们叫切线速度的话是 等于半径 乘上它的角速度 那它的切线速度 我们知道是零点五公尺 半径我们知道是一公尺 所以很快的知道 它的角速度呢 是每秒钟 零点五个雷顶 我们知道一个雷顶 差不多是57度左右 它的圆形角 那它的这个切线加速度呢 等于半径 乘上它的角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 它的切线加速度是一 半径呢 是一公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加速度呢 大概是每秒平方 一个雷顶 等于每秒钟呢 它自己会增加 大概57度左右的一个 旋转的角度 那现在这个 10公尺的地方的这个速率呢 一样用同样的公尺来带 所以这个V呢 就会用10公尺来乘上它的角速度 就是0.5 也就是每秒钟呢 大约是5公尺左右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速度 那它的这个向心加速度 我们知道是用这个半径呢 乘上 角速度的平方 所以带进去以后呢 它就等于10公尺 然后乘上呢 0.5的平方 所以它的加速度也是相当的大 大概每秒平方呢 大概有2.5公尺 这样的一个 加速度 那切线加速度的话呢 是 用这个半径 乘上它的角加速度是1 所以它的切线加速度呢 是每秒平方10公尺 那我们求这两个的和向量 所以它真正的加速度 因为这两个是互相垂直 就会等于这两个的平方和开根号 就会等于这个 2.5的平方 加上呢 10的平方 这个加速度是一个相当大的加速度 大约是每秒平方呢 10.3公尺 那这种加速度呢 是一般人大概是比较难以 忍受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度 所以可见呢 在旋转运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加速度呢 实际的加速度呢 都通常会跟这个 离开轴心的距离呢 会有一个正比的一个关系 等于离开旋转轴心 越远的地方的一些指点呢 它真正感受到的速度跟加速度呢 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